2月16日,有媒体爆出燕许家在情人节当天跟一位女生同回家中,两人坐车一起来到了燕许家的住所,期间女方熟门熟路地打开了燕许家住所大门,两人穿着情侣外套开开心心回家,一直到了第二天女方才单独出来坐车离开。 女方随后被网友扒出,疑似是女星张子峰,按照身高,还有走路的样子,网友也认为相似,而且张子峰和被爆料的女生所用的手机壳是同款,除此以外两人都是大学同学,不仅日常接触多,还在一起合作担任主持过校庆。 爱情就是最美好的时光。 没错,我觉得你说得太对了。 电影呢,其实就像一输光。 而且此前网上就有人爆料,称易考老师透露,张子峰已经和燕许家交往,许多网友纷纷感到不可思议,甚至还有人直言妹妹别想不开啊。 关于这则绯闻仍处于猜测阶段,大家静后回应吧。